大家好,我是Nine 今天要来讲漂白水分为绿系跟氧系 绿系的漂白水就是一般常会用到 味道刺鼻,然后用人做消毒用的漂白水 发射异物,你就可以用氧系的漂白水 它能够去除衣物上面的脏污,也不伤衣服本身的颜色 也能做成清洁剂用 好,那我今天就先拿我的印花棉梯 我来做一个实验 我先把咖啡滴在我的衣服上面 好,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咖啡滴 好,那我现在要用氧系的漂白水来去洗 洗这个咖啡滴 好,把氧系的漂白水倒在衣服上面 那你可以很清楚看到我的那个衣服呢 它渐渐的变白了 那我现在呢,把漂白水倒在我的米奇耳朵上面 我主要看我的那个衣服的那个颜色 本身的颜色会不会跑掉 不过我照这样看它是没有跑掉的 那这个实验呢,我后来有用在于 脏青的衣服或内裤上面啊 那我发现氧系的漂白水 它真的布上衣服本身的颜色 然后也是比氯系的漂白水来说 比较安全一点 那你在使用的时候呢 要记得用大量的清水去清洗它 这样会比较干净一点 好,那这个实验呢就到这里结束了 来,说明天的偶像 在这个绝对中奖 我就想出了 你应该这样的衣服 如果你做得到 你会像一个人 就那样 那对